我们尤其是为新加日的元宫和基督徒团体的领袖 勿者祈祷 今天特别我们为聖招祈祷 在那里看到 祈祷说祂是意识力人们的孝宫 这个孝宫的形象 在新约都看到很多次 在当时的元宫静风之下 用这个名字的名字来形容 为当时的人就会容易了解 因为在世界不同的地方 都会有不同的方法放任和限制他们 现在暂时今天尤其是我们在香港 这些地方 城市地方 会很难 有机会看到 有羊 怎样 羊羊人 怎样放那些羊 我小时候 我都没有经验 放羊的经验 我只是放那些羊 就有这个经验 所以 世纪里面 所提出的是 牧羊人和羊群之间 亲密的往来 因为牧羊人 每天都亲自 要带牧羊出去 放牧羊 放牧羊 还有 每个羊羊 都跟牧羊一起 要看着牧羊 在日落的时候 可以带牧羊 去一个安全的地方 其他动物 不会伤害到牧羊 还有 牧羊人 认识每个羊羊 如果不见到一羊羊 牧羊立刻会留意到 可能那时候 有些 没有那么多 千几千个月 可能有几十几百个月 是做到地区羊羊 跟其他地方羊羊的方式 有些分别 但是 可能当中 我们少年少的时代 每个人 会走在牧羊面前 那些羊羊 会在牧羊下面 牧羊 会自牧羊 会在牧羊前 牧羊 會地牧羊 会在牧羊後面 会在牧羊上 有些嘲笑的地方 放牧羊 在福音中 祝耶稣道好多次 用羊和母羊人奏来自 今天的福音都是组织音乐 去形容鬼头 鬼的间随者之间的关系 在今天的福音中 只要讲 即有两样东西 第一是 我们想要 讨阳的人的 警告 和第二是 重点是 关注 在这些 和他们的母羊人之间 的关系上面 当每日放弱的时候 他带领着羊 带领着羊 跟着他的羊群 因为 认得着 牧人的声音 不会跟着其他人 在这几天 我都想了解更多 也就是我都想 看看 真的有没有羊 和母羊人的关系 我找到一个 一个段片 有一个律师 他就带领着 学生 和学生 给这个经验 带领着 他们的朋友 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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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叫他的 同学 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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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会讲 那些语言 教他的同学 和学生 然后他跑过去 耶稣都是用这个形容的 因为谁认识属于他的人 就没听到他的声音 同样的东西 他用这个形容 如果我们都是属于他 我们都知道这个是他的声音 可能为了这件事 今天我们有很多人在这里参加联神 可能我们每个人都听到耶稣的声音 不是我们容易听的 我们心里听到 他叫我们过来 跟他一起 这个离神当中 分享他的声音 可能我们都听到这个声音 所以我们都会过来 不止这些东西 如果我们真的认识他的声音 我们不会跟这个世纪的声音 我们会听他所向我们去做的 这个声音 我们会听到我们去做的 那我们去看福音 到时 那些门徒还没有明白 耶稣所说的 所以耶稣就这样 解释 他是羊的门 但是 发现他以来的 天羊 不会离他 不会离他们 耶稣是认证的门 经过 经过门 出入的牧羊人 是真相于耶稣的人 那些门入去的人 是不可以相信 他们是真相于耶稣的人 他们是尘头的能力 这里耶稣想看出经过 真正的牧羊 是经过这门 是耶稣他自己 真有愿振 如果我们看回今天福音 的前面圣经常见 有个耶稣之后 看衣服的恨子 和佛里生日 看不到 甚至不想认识耶稣 之后 看衣服的恨子的眼 是出自天主的能力 所以耶稣 今天我刚才也提醒了一些 教会都会乘照祈祷 大家也知道 今时今天越来越少 成绩人员需要很多 接下来 稍后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